大家午安啊,我在新豐的垃圾掩埋場 然後我們入場裡的一個小姐啊 她在找她的項鍊 小姐在找項鍊,項鍊丟到底下去找不到了 然後很努力的在找 然後里長 然後大家 這個在找鑽石 這個在找鑽石 厲害了,厲害了 今天厲害了 一個小姐的垃圾 然後她的項鍊不見了 我們翻很多遍 然後才終於找到了 我們里長找到了 小姐的項鍊找到了 開心 我想我們施工所清潔隊的效率也非常的好 我們的服務品質也提升 那在當天非常的罕見 那有一位釣的是鑽石的戒指 有一位釣的是定琴的項鍊 那都在我們的清潔隊員 還有我們的代表以及里長 的協助之下順利找到了 那我想這位小姐也非常的高興 他也跟我們的清潔隊員 非常非常的致謝他們 因為其實要在茫茫 這個所謂的垃圾堆當中 要能夠找到 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也很感謝我們的曹芳市長 還有我們的范光臨里長 然後 軍事代表是由我們范里長通知我 我們一同跟徐小姐 就是項鍊掉的那個小姐 我們一同到我們的垃圾掩埋場 新豐垃圾掩埋場去找那個項鍊 然後這個項鍊 因為已經有了一兩天了 所以他在垃圾堆是不好找 他的量太大了 所以我們是一包一包的慢慢找 然後很感謝我們清潔隊員 在兩個小時後 就順利找到了我們的項鍊